索海女好矜貴,日韓爭注身為 南韓前排成功將泡菜申請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 最近他們又有新搞作 南韓文化財產廳決定,將海女都申請一份 蛤?我的寶寶不正宗嗎? 日本人都是這樣想 他們說海女文化在古籍早有記載 南韓勁無恥 不過聽這麼久,其實海女是什麼? 逃手潛水捉海產的女漁民 在日本叫做海女,男性就叫做海士 這種職業其實日本和韓國都有 不過海女要夠裝夠耐寒,辛苦得來又危險 很少年輕人肯入行 像她那麼散鏡的年輕海女,真的買少見少了 不過2009年開始做海女的她 盛傳因為跟老前輩相處得不好 做了一年就沒工作了 不用失望,還有22歲,來自三重縣的她 她家三代都做海女的 三重縣是日本最多海女的縣 但她們都預計10年後 60歲以上的高齡海女會佔八成 南韓濟州島的海女都只剩4000多人 難怪要爭著身為 到這裡 我們到處了 來… 我們到處了 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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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